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了,十万个为什么,开始啦! 为什么有些律师和法官要戴假发套? 在一些香港影视剧中,常常可以看到法官和律师会佩戴白色假发上庭。 其实,这个传说起源于英国。 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戴假发,是英国法庭最有特色的传统之一。 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,受英国司法制度的影响深远, 所以大不列颠的这一特色文化被传到香港,一直保留到了现在。 对于法官和律师佩戴假发的原因,有很多版本,都不能说服大众。 有人说,在中世纪,因为司法人员的工作非常辛苦, 致使他们因过度劳累和疾病过早地掉光了头发。 为了在公众面前掩饰自己的聪明绝顶, 他们就戴上假发,并慢慢流行起来,于是约定成俗。 还有人说,法官戴假发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, 而律师戴假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饰和保护作用, 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辩护结果不能得到被告及其家人的认可。 这些解释,从事律师和法官工作的人却不以为然。 据调查,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不喜欢戴假发, 觉得假发戴着非常不舒服, 夏天很热,引起是马宗制成的, 还很不卫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